今天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汪洋、省长朱小丹、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欧广元、省政协主席黄龙云等到省军区,与省军区司令员刘连华、政委黄善春以及省军区官兵一起度过了一个内容丰富的军事日。请看报道。 军事日活动是各级党委政府落实党管武装制度的优良传统,对各级领导深入了解部队和预备役建设情况,密切军政、军民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汪洋等认真听取了广东省军区部队和民兵预备役建设情况汇报,参观了民兵预备役一体化防空作战指挥信息系统建设成果展,并来到射击场,饶有兴致地进行自动步枪和手枪的实弹射击,体验军营生活。 汪洋、朱小丹、欧广员、黄龙云代表广东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向诸越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全体官兵表示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 汪洋说,通过开展军事日活动,深化了地方领导同志对部队的了解,增强了全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省委省政府将大力支持省军区做好以军事斗争准备为龙头的各项工作,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同呼吸共命运新联新的大好局面。 省领导朱民国、黄先耀、李玉妹、徐少华、林沐生、妥振、肖志恒、梁伟发、雷玉兰、刘坤、陈云贤、刘志庚、徐上武等参加了活动。 广东台记者王斌报道。